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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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肺炎病毒不斷變異 非常狡猾 雖然台灣專家 估潛伏期約十四天 但中國抗煞專家鍾南山 發表研究 說有超級傳播者的存在 潛伏期最長拉到二十四天 其實不管是 是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跟其他疾病 其實都偶爾都會有 這種類似的一個狀況 偶爾的狀況 都是極端值 我想只是 對於就是十四天 應該是大概可以 可以cover差不多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個案 專家的意見 來判定這樣的一個潛伏期 那在科學上上嫌不足 不只潛伏期 先前感染者都是有症狀 但中國跟台灣陸續驗出 無症狀但高病毒量的感染者 甚至中國一名三十二歲 駐武漢的患者 檢驗五次才被確診 有四次都是陰性 專家更指出 他的傳染速度 比SARS還要快速散佩 他的死亡呢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這個呼吸道被破壞以後呢 有很多其他的細菌的激發感染 比如說SARS的時候 也許有十分激濁的人 可能會死亡 這個死亡率就已經相當的可怕了 比SARS的傳染速度快 副總統陳建仁也點出 武漢肺炎可能漸漸演變成為 像流感一樣的病毒 可能成為持續存在 周期循環的傳染病 新型冠狀病毒還在變異 現在仍然充滿變數 三十個責任人陳佑蓉 他被報道 只要被 HIAL 中在山羽邦 非常有名的 馬替